再来的话呢 假设我放慢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create它 这个时候其实 它会在背后帮我 去下载 实际上当然如果你开IE软件 也会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印象好像如果把它点开来 它应该会 类似它在背后的事情 只是说我没有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 把那个table抓过来 抓到那个table里面的东西 再抓那个tr 再把那个tr的第1个 去找里面有没有td 基本上当然 它上面开图的栏一定都是th 所以应该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换下一个 所以如果找到的 没有那个td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帮我改成找th 所以它有找到th 那找到之后的话 帮我把什么呢 找到那个资料 怎么样呢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放到这个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我这边有那个 for i i的话从零开始 所以我要放在第一列 的第几栏呢 第几栏 现在 所以目前是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 我应该放第一栏就把它加1 OK 所以这个加1是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 如果不加1就变成第0栏 第0列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加 所以我就把东西抓过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第一列的第一栏 OK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时候 这边就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先这个 有点像一个一个 帮你抓下来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股票带号 没有 你会发现哦 他就先怎么样 把第一列哦 所以这个地方先把第一列里面的th 全部都帮我抓下来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 包含这些栏的名字到最低 通通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换下一列 NAS指的是NASTR的意思 下一列的意思 然后帮我把下一列 资料抓下来 所以下一列 有没有TD 有TD了 所以TD部分的话 再换我抓下来 第一个里面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那个打勾 那个所以那里面没东西 下一个 你会发现台泥就下来了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台泥 再下一个就是时间 因此类推 分别把资料 这个InnerTest 所以实际上就利用 那个InnerTest的这个属性 帮我把资料 逐个逐个抓下来 好 所以因此类推了 最后的话呢 全部 我把它全部执行完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有没有 所有的资料都放下来 应该可以看同意思 只是说因为这里面 还牵涉到蛮多的问题 像那个网页的那个Tag标签 像Table TR THTT 你目前大概就只需要知道这四个 至于其他 我觉得你慢慢再去了解 OK 最后的话呢 因为这边我觉得第一栏多余的 所以我把第一栏给删掉了 OK 因为这一栏好像多余的 所以我把Column E delete掉 然后最后的话AutoFits 就是AutoFits 就是把自动调整栏宽 OK 然后结束程式 就抓完了 那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如果说 假如你要抓其他类骨 因为像现在 我们只有水泥抓下来 那如果说呢 你要把其他类骨抓下来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有没有 只需要把这个名称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 这边的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改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自串 那也就是你甚至可以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第一个就先抓这一个 把这个储存格的东西放到这里 然后换下一个就是食品 食品再下一个 不就是 一直一直往下 所以整个那个类骨 可以用IE物件呢 就全部抓下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我大概这个提供各位参考 我demo就是demo水泥 至于其他的话 底下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完成好了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除了说 那个 Excel里面的从web功能 可以抓网络资料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IE物件 不过IE物件 难度其实还是有一点 所以 我有把我做好的那个程式 放在云端上 如果你不熟 没关系 先call我的程式码 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 至少你要知道说 改哪些地方 也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OK 因为这个其实难度是一定有的 所以如果你水泥类骨抓了下来 那请各位试着 再把其他类骨 看你是要怎么样 自己可以想想看 几种做法 要不就是说 你可以把水泥放一个 有没有 放一个工作表 然后食品放一个 塑膠放一个 但是你变成你要把之前学过的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加进来 然后再把什么 把下载一个 放一个下载放一个 程式有点像我们之前 在那个分割工作表那种做法 OK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把当日行情全部都放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就一直往下抓 反正他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是把每一个类骨放在个别工作表 一个是把所有类骨放在一个工作表 不过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完成好了 因为说我看后面 这个恐怕复杂度会非常的高 其实这种东西其实蛮花时间的 但程式并不复杂 我底下 主要就是先抓Table 再抓TR 再抓里面的储存格 那储存格又分成是蓝的储存格 跟一般储存格 大概是这样子 程式上面呢 我也有加上注解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去参考一下 并且做一些其他的练解 这个用IE物件来抓的好处 就是理论上 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限制 OK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很完善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倒也还好 如果说你要真的 比较妥善的 又比较没什么问题抓网络资料 我还是建议你干脆 可以学一下那个Python的网络爬虫 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但是呢 又可能还是会另外一个关卡 就是你可能还要再学一个Python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用IE物件去截取网络资料的部分 稍微做个练习 好 好